柠檬蛋挞 这柠檬蛋挞 吃了会一个接一个的停步了口哟 冰冰凉凉的口感清爽 酸酸又带点水果的甜嫩子 请帮忙订阅按赞哟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哟 你们的订阅是我们的动力 谢谢啊 准备材料 牛油软化后加入糖粉 先搅拌让糖粉和牛油混合在一起 打发时糖粉就不会乱喷了 用慢速打发至有点蓬松 就加入鸡蛋 然后混合至均匀 鸡蛋 鸡蛋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粉类混合在一起 要过时爱哟 把粉加入打发好的牛油里 搅拌至无粉状就可以了 把粉类混合在一起 撐團後,放入冷箱,鬆弛20分鐘 20分鐘後,取出來,準備按大皮 準備低筋粉,做餐粉,雙拇指沾點粉 就很容易按大皮了 一直重複 作詞作曲 請求求巧克力 用沙子插几个小洞洞 预热烤上160度5分钟 烘160度20分钟 准备做柠檬馅 把柠檬汁、柠檬和柠檬皮屑混合 用中火隔水煮至柠檬融化 就可以加入鸡蛋煮至浓缩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完成了 放一旁待温度降低点时 就有点温温时 就加入牛油搅拌均粘 就可以装进几花袋 然后放进冰箱藏一小时 然后装进冰箱藏一小时 就像冰箱藏一小时 然后装进冰箱藏一小时 然后装进冰箱藏一小时 集鮮料,然后就做装饰了 优优独播剧场——YK 制作人计划 这柠檬蛋炭,吃了嘴里会有柠檬的灰香 超好吃的,我那吃货女儿 一次可以吃四个呢,哈哈 太好吃了 我自己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吃 减肥要先吃饱才能有力减肥 哈哈 家人们,我们下个视频见哟,拜拜